大家好 你知道吧 身体上有个位置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 预防衰老 一定要多多的去呵护它 它就是咱们的脚 一圈三连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人体的五脏六腑在脚上不仅有相应的反射区 并且连接身体的12条经脉 其中有一半 也就是6条经脉 启示于咱们的脚部 而且咱们的脚上有60多个学位 与内外循环相通 所以说我们的脚确实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 所以有一句古话叫做人老脚先摔 那么今天就教给大家一套脚上的长寿法 那么这套动作你做完之后 很快就会感觉到有气血在我们的脚上去流动 腿脚不冰凉了 腿脚有力气了 而且变得灵活了 方法非常简单 干货的东西就是既简单又有效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上两遍 那么第一遍就是看我怎么去做 第二遍跟着我一起来做一次 同时一定要点赞收藏 因为我怕你现在就不会一会儿滑走了 就在这找不到了 同时如果你不点赞不收藏的话 以后我分享的各种各样的好方法 你也看不到了 下面一个一个来教大家 第一个动作叫做足腿相争 这个动作非常好 咱们躺着就可以去练习 主要就是练习咱们的腿和脚 一键双雕的一个动作 咱们躺好以后身体放松下来 好然后我们抬起一条腿 大概抬到45度就可以了 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 然后我们的脚尖向后用力的去回弓 保持5秒钟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整个大腿的后侧 这条筋以及我们的筋膜 都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拉伸感 同时我们大腿前侧的肌肉 也会非常紧绷 好保持3到5秒钟 然后放松 腿就放下来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 整条腿酸酸胀胀的 然后再另一侧 举起来 那么这个动作能够很好的 去锻炼到我们大腿的肌肉 打通整个腿上和我们脚上的气血 那么第二动作也非常简单 是一个侧握位的动作 好咱们把手这样 放到咱们头的下面 然后身体的一条腿去吸 另一条腿咱们抬起来 同样来到45度 好脚尖向后去回钩 双手咱们放到身体两侧就可以了 保持5秒钟 好放松 然后我们再去做另一条腿 同样的动作 好腿抬起来 保持5秒钟 第三个动作叫做足背伸 怎么去做呢 非常简单 咱们坐在凳子上 然后膝盖收回来 我们让脚趾尖去点地 这个动作主要是把我们脚踝这个位置 给它拉伸开 同样我们坚持5到10秒钟 保持住 好然后放松 然后再来第二次 脚尖点地 保持5到10秒钟 好放松 咱们坐上3到5次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个动作非常的重要 叫做脚趾走路 那么它的好处就太多了 能够断裂到咱们整个脚上的力量 以及脚趾的力量 增加咱们整个脚的灵活度 脚趾走路刚开始呢 同样我们要坐在凳子上 然后呢我们用脚趾发力 向前去走 我们走上5步 然后呢再向后去倒 同样呢是脚趾发力 这个动作咱们熟悉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加强难度 咱们把双手呢 这样压到膝关节上 然后增加它的重量 好然后我们再去走 向前走 3 4 5 好然后向后 1 2 紧接着咱们做第五个动作 叫做足跟外斩 就是让两个足跟这样编在一起 然后尽量呢 让双腿呢向外去展开 做的时候注意我们的身体啊 一定要往前 身体呢要挺起来 挺起胸膛 我们呢这样 脚后跟 变在一起 然后大腿呢 尽量向外去展开一些 来到咱们的极限 好 向外打开一些 坚持5到10秒钟 好 然后放松 再来一次 双腿打开 挺起胸膛 不要塌腰 这样呢 就是咱们的第五个动作了 第六个动作 咱们站立去练习 叫做左右开弓 站起来以后呢 咱们双腿呀打开 与肩同宽 然后呢站直 我们把重心呢 放在咱们的脚掌上 同时呢 我们脚后跟抬起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脚后跟是抬起来的 然后呢 我们重心往左边去倒 就是 左脚先落下 脚后跟落下 然后右脚跟再放下 左脚跟再抬起来 咱们交替这样去做 一 二 左脚 右脚 这个动作呢 咱们左右交替 三十下 那么第七个动作 叫做背后起点 百变胶 大家呢 也可能非常熟悉了 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分享过 那么这个动作 非常简单 同样 咱们原地站立 然后我们把重心啊 放到前脚脚上 脚后跟呢 抬起来 这个时候 咱们保持三秒钟 然后我们缓慢地落地 大家看好 我的脚后跟的动作了 好 落地 感觉落地的时候呢 有微微的震动感 当然震动的频率呢 我们不要太厉害 好 再来一次 抬起脚后跟 然后缓慢地落下 放 这个动作 咱们每一组啊 做八次 每天呢 做三组就可以了 这一整套动作 它的好处啊 非常多 尤其是 可以断累到 咱们的足踝 以及我们的脚趾和肌腱 帮助你呢 打通下肢的经络和气血 从而缓解足部的衰老 去增强腿部的灵活 力量和身体的技能 让咱们呢 就算是上了岁数 70岁 80岁 90岁 想去哪 咱们拔腿啊 就走 而且呢 在家练习 简单又方便 整套动作 咱们做完以后啊 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们的脚底 特别是我们的勇拳穴 做一个拔罐 那么效果呢 就会翻倍了 可能有人会说 哎 拔罐啊 我不会做 而且太麻烦 其实啊 一点都不麻烦 我在家里呢 都是用这种的智能拔罐 非常非常的简单 一个人就能够轻松操作 只要咱们按住开关 它呢 就自动打开了 然后这里呢 可以调节力度 还有一个加热的功能 非常的方便 按住之后呢 它就自动关闭了 咱们呢 就这样打开以后呢 把它放到咱们脚底 涌泉穴的位置 好 它呢 就轻松的拔起来了 哎 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是家里有壮老年人的 或者呢 经常的肩颈疼痛 腰痛 腿痛 膝盖痛 咱们呢 都可以用它去拔一拔 排出身体的寒气 湿气 打通我们的血背 打通我们的筋肉 希望大家呢 能把这套动作都学会 然后呢 咱们大家一定要点赞 同时呢 一定要收藏起来 然后把它转发出去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家人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 去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 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我的视频 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 会给大家提供 非常倔则的帮助 咱们明天见